10月29日,2013大梅公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开辟贸易物流贸易专家论坛在泰国曼谷举行 在此次论坛上,与会专家研究表明了泰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边境贸易额逐年增多 和泰国与大梅公和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日益增多的原因 强调加强边境贸易对于泰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泰国面临着怎样的发展机遇 旁古银行海外负责人表示,泰国的产品越来越受到邻国的欢迎 目前泰国出口邻国的主要商品有食品、服饰、电子产品、建筑器材等 同时随着泰国与邻国间的贸易日益密切 把开辟贸易物流与经济发展结合已变得愈加重要 目前在梅公和区域,重要的陆路物流走廊有23路线、28路线、29路线 这些物流走廊途经了中国云南、广西 以及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和港口城市 在这些物品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随着的工作 很多人都没有在身上,中国的外国 而中国的外国,美国,美国,国家,韩国,韩国,韩国、韩国 有大大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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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 据了解 大美工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是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牵头 中国 缅甸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越南等 南苍江 湄公河 沿岸六国共同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1998年 各国提出经济走廊的概念 即将交通走廊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往来提供便利 东盟卫视MGTV记者和交方庆邦 泰国曼谷报道